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龙龟是一种风水吉祥物,能够给人们带来好运 不管是摆在家里还是随身佩戴都会提升个人运程 尤其在事业和财富方面会有很好的呈现 不过龙龟在实用上也是有一定的风水讲究的 并不是每个地方都能摆放,也不是每个人都适合佩戴的 如果摆放或者佩戴不当,很可能会产生冲撞作用 导致家中灾祸不断,那龙龟具体该如何使用呢? 下面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 一,龙龟的风水作用 一,增福增寿 龙龟是寿型的象征,龟在四大瑞寿中是最祥瑞之灵寿 龟的寿命最长,如果家中有老人的话 可在老人家卧室的桌上摆放一尊龟形装饰品 可保佑老人福寿安康 注意,龙龟的头部必须向着窗外,不可冲向睡床 二,化解小人 在工作中如果遇到不顺,受到小人排挤或是不受领导重用时 则其实日在办公桌上放一只龙龟,头向外背朝自己 则会得到贵人的帮助和上司的赏识 工作上会顺利很多 除了在公司摆放之外 同时在家中客厅里也摆放一只可以相得一张 发挥更大的作用 有部分龙龟法器之背部是活动的 可将之掀起,放入茶叶及米粒 可加强其效应 三,消除霉运 如果发现自己事事不顺 总是遇到一些倒霉的事情 可用红布包着一只小龙龟放在口袋里 随身携带,可以增望运气,消除霉运 帮助你尽快走出低谷,重新发展视野 四,驱邪避凶 如果您是医生、护士 或者您经常出入负能量场的地方 最好身上佩戴一只小龙龟 它可以帮助你强化自身气场 保护你不让负性能量入侵 起到驱邪避凶的作用 五,化解饭太岁的不利 如果你是当年冲饭太岁 可以带上一只小小的龙龟 让它帮助你吸收身上的负性能量 有改运之效 六,化解各种煞气 如果你的家中有五黄煞、三煞 或者其他各种鹿冲煞、尖角煞等情况时 建议可以在正对煞气的位置上摆放龙龟 可以化解各种煞气带来的灾难 二,龙龟的使用遗迹 一,朝向有讲究 摆放龙龟的时候需要注意龙龟正面与头部的朝向 如果是在客厅中摆放龙龟正面与头部移正朝门口 这样在风水学中就可以起到那气息财的作用 如果是在卧室内摆放龙龟 则头部应朝内、尾部要朝外 能起到健康长寿的作用 二,龙龟已摆在财位 在家居风水中 龙龟摆建通常被放置于风水学的财位 可以摧财 为了达到更好的财运 可以在龙龟摆建附近放置与水有关的家居装饰品摆建等 例如鱼缸等 因为水寓意着财 不过需要注意龙龟的放置方法 龙龟背朝向煞气放位 放于阳台或是屏风柜和窗户、桌子等地 龙龟的头须朝向家中 意味着遮挡煞气 三,龙龟应摆在神像旁 现在很多人也会在家中供奉财神、菩萨等神像 那么摆放龙龟时则需要注意 如果是将龙龟和神像、菩萨摆放在一起 那么龙龟应该要摆在最旁边 不宜摆在神位中间 这样是对神灵的尊重 也能够有效地发挥每个神灵的作用 四,既被外人把玩 龙龟是非常有灵性的吉祥物 能够给人们带来好运 但是在佩戴的过程当中 不宜被他人触摸和把玩 如果被人触碰的话 将会影响到龙龟的灵性 同时这种行为也是不尊重的表现 如果在这方面不注意的话 将会导致龙龟的风水作用受到影响 甚至还会给自己招来一些厄运 五,寄脏污 龙龟喜欢干净整洁的环境 所以在佩戴和摆放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定期清洗、擦拭 消除龙龟身上的灰尘和污渍 保持干净的状态 这样才能让龙龟发挥更好的风水效果 也可以给主人带来更多的好运和机会 六,远离厕所 最后龙龟如果在家中摆放的话 一定要远离厕所和垃圾桶 这种比较脏污的环境 而且头部也不能对着厕所摆放 因为这些地方污秽之气太重 会产生很多不好的气息 如果龙龟对着厕所摆放的话 将会影响到招财的作用 同时也会扰乱家中的磁场 导致家宅运势下滑 甚至还会折损人的健康 七,记肚朝上 大家都知道 龟要是肚子朝上就被困住了 招财龙龟的摆放也这样 记龟被朝下肚朝上的摆放 八,不能摸龙龟嘴 家人可以经常与龙龟交流 这样能够培养感情 对于家庭运势的提升非常有帮助 也能够极大的发挥龙龟的灵性 需要注意的是 在与龙龟交流的过程当中 可以抚摸龙龟的头部 但是不能摸龙龟的嘴 因为嘴是用来吸纳财气的 一旦触摸的话 会影响到招财的效果 三,七种人适合使用龙龟 一,小孩子 龙头龟有成功象征 预示着小孩子一生的健康平安 成绩步步高升 二,官员 龙龟是龙之子 所以大力贵人 又有沉稳之相 有利于权贵 稳固职权 三,做生意的人 龙龟与龙龟血音 寓意事业红韵当头 财源滚滚 四,老年人 龟自古以来就是健康长寿的代表 所以寓意老年人健康长寿 五,属龙人 在十二生肖当中 属龙人是最适合佩戴龙龟的 因为二者的气场很合得来 属性也比较一致 如果属龙人佩戴龙龟的话 能够提升自身的运势 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和优秀 而且龙龟也会给属龙人带来很多好运 帮助他们在工作当中得到更多的机会 从而有效提升事业运势 工作会进展得越来越好 另外龙龟也会消除属龙人身上的力气 帮助他们的性格变得柔和 不至于因为性格强势得罪人 六,属蛇人 属蛇人也比较适合佩戴龙龟 因为在生活当中 蛇一直被称为小龙 带有龙的属性 如果属蛇人佩戴龙龟的话 对自己的发展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龙龟会增强属蛇人的人格魅力 提升异性缘 帮助他们在感情当中拥有更好的收获 七,属马人 在生活当中 很多人都听说过龙马精神这个成语 可见如果龙与马在一起的话 这是非常好的现象 所以对于属马人来说 佩戴龙龟也非常适合 龙龟会消除属马人身上的顽劣之性 帮助他们变得稳重成熟 在为人处事方面 会给人留下良好的印象 此外龙龟也会提升属马人的财运 尤其在偏财方面 可以得到更多的收获 所以属马人如果运势不是很好的话 在平时生活当中 可以通过佩戴龙龟 来改变自己的运势 四,五种人不能使用龙龟 一,体虚之人 相传龙龟是古代神龙所生之子 背负河图洛书 皆显天地之术 古一太极 上通天文下之地理 中和人世 龙龟是龙神和灵龟的化身 是一种刚养之物 所以一些体虚多病的人 是不适合佩戴的 这样会承受不住强大的阳气 从而使自身的运势下降 二,医护人员 龙龟是我国的传统瑞兽之一 一般情况下 是不适合摆放在不洁净的地方 比如家里的厨房 或者卫生间等地 同时一些在医院工作 或者经常主持白事的人员 也不适合佩戴 由于这些地方 是灼气比较重的地方 这样会影响佩戴者的运势 也会有损龙龟的灵性 三,属狗之人 属狗的人不宜在家里摆龙龟 因为狗和龙的生肖是相冲的 龙的个性聪明沉着 做事深思熟虑 而狗是比较冲动的 两人的个性几乎是相反的 属狗的人在家里摆龙龟 非但没有给自己带来好运 甚至有可能还会降低自己的运势 反而得不偿失了 四,属兔之人 龙龟的象征意义就是提高财运 提高自己的人际关系 一般摆这个在家里的人 多半都是热情外向的 具有极强的社交能力 不管和谁都能很快打成一片 也不管对方是达官贵人 还是贫民百姓 都能打成一片 而属兔的个性比较内向 不太适合龙龟这种个性 所以不宜在家里摆放 五,属牛这人 属牛的人也是比较内向的 他们虽然个性也十分沉着冷静 但却少了一些开拓精神 遇事不太有勇气去创新 而龙龟所对应的对象 理应是做事果断决断的 具有这样个性的人 才能得到龙龟神力的加值 所以属牛的人 不宜在家里摆放龙龟这种迹象物 最后大佬提醒大家 龙龟百姓如果不打算继续使用了 可用红布包裹送到寺庙 那里有专门的经像流通处 可以把不需要的佛经佛像放到那里 其他有需要的人 就可以请回去使用或者供奉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净 日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